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些政策实施后疫情会有所缓解 但眼下Omicron已经流入社区 特区政府再度尽失先机 重蹈覆车 虽然已经有不少专家认为第五波疫情已初现端危 但政府仍然不愿意正面承认 讽刺的是港府刚刚推出疫苗气泡作为近期防疫的重点 并铺排了不少人力物力用于推进这个政策 今天又禁堂食和航班 市民疫苗气泡和收紧内外防相比 哪个轻哪个重呢 根本公布这些措施才是政府应该落力实施的 而不是厂缺间推出疫苗气泡 好像只是向公众交差 实际就引发了市民的恐慌 担心自己未来行情受阻而蜂拥去到疫苗接种中心 变相造成人群聚集 形成潜在的爆疫风险 人类在研发疫苗和针对性的药物的同时 病毒亦在不断增强那个存活力 因此物理防疫才是当下最有效的防疫办法 除了禁晚间堂食和爆疫国家的航班之外 港府也应该收紧对所有境外抵港人士的检疫 也都要增加机组和机场工作人员核酸检测的频率 延长机组成员的隔离期等等 变种病毒已经进入社区 现在政府唯有望洋保留 希望维时未晚 如果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任何意见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再见